这是一块来自新疆戈壁潭的风铃石 大风吹出来的石头 你看它的这个心态 像不像一个玉女飞天呢 是不是 非常形象 这样你看它玉化的非常好 这面全部玉化 这面的自然包胶 立起来看 它也是一个人无非天的这么个感觉 再这样看 这面看 这面看的话是不是 有点那个稻草人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个大自然形成的石头呀 观赏角度不同 给你好多观感 这样一看 这样看 如果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就得像一把 那个那个小剑 这是剑饼 剑刃 而且是酸刃剑 看到了没有 它是个酸刃剑 所以说一块小的石头呀 能给你带来无尽的想象力 其实飞天 其实飞天 这样看飞天 我认为是 自由意境的 我给它放在它面上 大家欣赏一下 看一看 是 沧桑 沧桑 果仆 在隔壁摊上 风吹了 几千年 几万年 真的是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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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地上 酸刃剑 酸刃剑 肥吧 肥天 立起来 这样看 它是不是就是个肥天的这种感觉 看到的质地 真的浴化的精英体特 保持了石头的原子风沫 没有用水清洗 很水晓量 好了 就这块石头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此啊 欣赏漂亮的骑士 欢迎大家交流自导 拜拜